伊朗和六大國的核談判 星期三在維也納復會 談判期間還會觸合其他敏感的議題 在6月30日的最後期限到來之前 議會各方要將一份框架協議 轉變為一份最終協議 這份協議將阻止伊朗製造核彈 同時放鬆針對德克蘭的制裁 美國表示 美國有證據顯示 伊朗向也門的十二派胡塞反叛武裝提供了武器 美國派遣戰艦前往也門附近海域 美國官員說他們還將就美國公民在伊朗被關押 和失蹤的問題向伊朗持續施壓